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旗袍 国外 这三个听起来似乎没有交集的词 居然同时出现了 有意思 你是怎么知道这家旗袍店的 我是一年前在国外流学的时候 通过朋友的推荐去到这家旗袍店 那现在回国的旗袍店好多了 干嘛还去那儿做呢 其实有在上海看到其他的旗袍店 但是他们家的工以及他们的版型 还是我最喜欢的 令叶子念念不忘的 除了店里的旗袍 还有主理人 在纽约其实很难买到旗袍 他们主理人还是蛮有意思的 我们两个的约时间过过了 他来的时候是穿了一个旗袍 然后外面披了一个小雕 很美丽地出现 觉得就是一下有一种时光穿越的感觉 好像一下在纽约回到了上海的样子 这如电影中女主登场般的场景 也让我对今天的旅途充满了期待 一边跟着叶子兜兜转转 我一边想 多么自信 才敢把店开在这么隐蔽的老洋房里啊 就这儿吗 对 流鱼别墅 流鱼别墅 对 这个是他们手写的招牌 湘江绸缎公司 手写电招 复古广告牌 挂满旗袍的货架 还有老上海家具 一秒将人拉回百年前那个摩登年代 哈喽 我来拿我订的衣服 这位就是你说的主理人 并不是 我是合伙人 合伙人 您的定制的气泡已经到了 我们先试一下吧 好的 试衣间一进一出 活泼少女秒遍端庄美人 气泡果身 三分妩媚 七分典雅 以你胜姿 你觉得今天这个做得怎么样 挺满意的 我喜欢就是长长的长款 颜色比较肃静一点的 之前有做过其他款式 都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这件我就家里有一件 这个是季色的灌乐咒 灌乐咒 对 灌乐咒是什么意思 刚好主理人来了 可以问一下他 眼前的主理人 并发温柔 眉眼如画 旗袍欲试 通声的气派 仿佛刚刚自上世纪穿越而来 你好 我叫安安 安安是吧 那你能够介绍一下刚才他说的这个吗 这种植物的名字叫灌乐咒 是好 它是一种比较轻薄的真丝植物 它上面的画纹比较立体 凹凸有质 还有什么样的品类 这个沙洗真丝 它其实是通过沙洗的方式去破坏真丝表面 所以它就会有反光的质感 这里有一个香菱沙 它其实是一种中国的传统的植物 它就称的是响云沙 因为它走路的时候会有轻微的沙沙绳 因为有响什么 所以叫响云沙 它其实是一种非常难以制作的面料 它需要经过煮晒的过程 需要去涂上和泥 所以它里面你看是黑色的 现在还要再去涂和泥吗 不用了吧 现在还是涂和泥的 还是涂和泥的 对对对 还是最原始的这种制作工艺 被00后给科普了店里旗袍的面料不同 那款式也有不同吗 我们基本上做的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版型 这种旗袍 现在其实有个说法叫港式旗袍 它其实并不只代表只有香港有这种旗袍 其实当时可能阿马来西亚也有 纽约也有 都是这个版型 只不过香港是当时最时尚的地方 很多最新的面料款式设计是从香港来的 所以就了这么一个说法 当年的香港的旗袍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最大的特点它是立领 然后收腰 它这个领子它里面是有领衬的 所以说它这个形状是比较牢固的 我们说收腰是因为这一时代 它很强调女孩子的修腰比例 你看从这里把腰收进去开两个圣道 它就可以去显得这个女孩子 她身材很窈窕 在我看来都差不多的旗袍 原来这么多讲究 那么这种近百年前的样式 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 我们的版型都是从古董旗袍来的 我们是参考了很多当年的旗袍 这件就当年定制的一件礼服 它比较有特色的呢是它这个珠袖工艺 都是手工去钉上去的珠子 这个珠袖相比于别的呢还比较特别 因为它是有裸垫感觉的 我们是不是见过那种明清时代的柜子 然后上面会有这种蓝绿色的裸垫 其实是用贝姆做的 它是在模仿那一个 虽然因为我把一个裸垫夹就穿在身上了 这件呢就是我会给大家展示的 比较时髦的老旗袍 这个是一个丝绒面料 经常有人问我嘛 大家秋冬天穿什么 秋冬天就会穿这种偏厚一点的丝绒料 旗袍的知识点对我来说过于专业了 但我感觉店里的复古装修 我多少有点发言权 我看你店里边很多东西 都蛮复古的感觉 门口的那个店招有的是手写的字是吧 是的 是的 因为当年其实很多店铺 他们手写招牌比较最打一招牌来得容易 而且呢它的发挥空间也更大 招牌是复古的 店里的好多摆设可是真古董 这里有一张上海画报 上面呢是有一个香烟广告的 其实在当年啊 香烟广告是个美女广告 放在一起的 她们用很多美女形象去宣传烟 所以当时呢在烟边上 会画很多穿着非常摩登的年轻美女 所以说旗袍文化有一定程度上 是跟香烟她联系在一起的 就这个女生穿的也是旗袍 这个就是早期的旗袍的样子 你看她穿着的旗袍 她对发饰 都和后来的那个流行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说时装时尚流行 它其实是每十年一遍嘛 旗袍也是 因为旗袍就是当年中国女性的时装 那就是一直在改变她的版型 改变她的风尚 这里有一个云场时尚公司的广告 这个公司啊 其实是上海第一家时装公司 静安四路680号 静安四路应该就是现在南京西路 它其实是一个牛皮纸袋 当年可成来装丝袜的 就是从这个公司可能买了一个东西 然后她就把这个袋子带回家 然后一放了就放了得有个百八十年 你好 这个我是月十二点的 好的 请进请进 在湘江 传统这个词不仅仅之款式 每一件定制旗袍 都要经过严格的量体和试穿 今天下单了几套 我今天下单了两套 是想要拿回家过年的时候穿 过年的时候穿 过年的时候不是冬天吧 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其实 马来西亚都是长年 都是三十多度那样 那马来西亚那边穿旗袍的人多吗 就是老老少少呀 每当过年的时候 我们在初一初二都会穿 也是大家过年的时候 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些活动之一 对 就是大家团聚在一起的时候都会穿 今天这两件觉得怎么样 满意吗 就是穿的不会热 而且很舒服 那平时在马来西亚穿的旗袍 跟你今天看到的 和平时在中国看到的旗袍 会不一样吗 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 比较少这种定制的旗袍店 而且我跟我家里人 都是会从网上买 所以它的质感肯定就是 没有这种 很好 看来每一位来定制旗袍的客人 几乎都会成为这家店的粉丝 而在场的 其实还有一位铁粉 现在甚至还成了店铺的合伙人 我最早是他纽约店的顾客 我那时候是刚毕业 然后在纽约做服装设计师 我到了那个店的时候 我就非常喜欢 我就想周末我就想过来帮忙 就不计报酬的其实 你为什么会不计报酬想做这件事 对 我太喜欢了 那你是学服装设计的 对 我是学服装设计的 那会帮这个店里 做一些款式的设计吗 我参考了很多老旗袍的版型 我们的版型呢 已经是研究好了 主要是一些在面料选择上 不同款式的面料 不同材质的面料 我们会进行一个款式的搭配 能让蔡蔡放弃高薪的海外设计师工作 甘愿成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旗袍工作室合伙人 这应该也有主理人的功劳吧 我特别好奇 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在纽约开店了 为什么还要再去找一个合伙人呢 就是一个团队 她的工作效率 人的工作质量都跟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能力和资源上都比较互 我自己是学艺术史和古典学出身 传统美学 历史美学 比较感兴趣 比较了解 但是我其实是比较缺乏专业技能的 对于一件衣服她怎么做 她做出来哪里有问题 其实可能没有那么敏锐 所以说她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 她当时跟我讲她可以过来帮忙 我是本来想说 你要不让我们店里兼职 让她给我看到她的毕业作品 我觉得她对于中国传统的元素 运用得很好 就是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 之后要去做设计品牌 做设计师的人 所以让她做兼职有点大材小用 有点取材了 能让安安一眼就敲定合伙人的作品 到底有多经验呢 所以我用了我们的蓝樱花布的方法 梁山国语书一台为灵感 就感觉很洒脱的一种设计 是的 那刚才说了做港工旗袍 这种可能比较传统的设计 会不会把你拘束起来 其实并没有 我们在工艺和版型上是很传统 但我们在审美上并没有 像这件一白大花 这个面料也是我们自己自己印出来的 其实它就是蛮摩登的 气泡它其实主要的是那个版型 是那个样式 那到底用什么面料 其实是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在既有版型样式下 对面料花色的全新演绎 反而让蔡菜觉得更有发挥空间 两位年轻的合伙人 把传统的气泡店经营得越发有声有色 顺利地在上海开了第二家店 于是我最大的疑问出现了 我很好奇很多人开气泡店 都是从国内开到国外去 你是反过来的 当初为什么要在纽约开那个气泡店呢 之前一直在收藏古董气泡 我在纽约收到了一批 后来总共有两百多件的 老的库存气泡 当年它六十年代初在香港生产 然后运到了纽约 然后这一直没有被售买出去 就放在一个中国城礼品店的阁楼上 然后我是通过这批东西去开的店 其实觉得我们对这些古董气泡 是有使命感的 因为那批四支屋很漂亮 它的保存状态也很好 我们是希望它们 就可以被再次穿到阳光下 店铺虽然开在国外 但安安一直觉得 所有气泡的归宿 终究会指向一个地方 我们主要是卖给华人 不懂气泡吧 当年就是为了一个中国人去做的 然后它的版型设计 其实都是为了那个中国人 或者服务的 然后它可能 并不太契合外国人的气质 或者是他们的审美 而且对于外国人来说 他可能穿气泡也没有什么需求 他可能就把当成一个 普通的连衣裙去穿 那我觉得其实也失去了 它作为气泡的一个 比较特殊的文化意义 但对于华人来说 我们这里其实是一个 过去历史的中传站 我们是把过去的这种美丽 去传递给新的未来的主人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有点像一个 时空驿站一样的东西 就帮助大家进行一个中转 历史和现在之间 进行一个穿梭 在安安的店回到中国之前 她还给旗袍安排了任务 因为我是经常穿旗袍上街的 然后我就会发现 就是很多外国人 他们说 哇好漂亮的一条裙子 就女士你穿得真好看 但是没有人认出过 这是一件旗袍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蛮可惜的 我觉得如果大家多穿穿 并且都去跟外国人解释 可能她的这个知名度 认可度都会高一点 科普旗袍知识 是安安最喜欢的事情 为此她还特意准备了很多道具 老的照片可以翻看一下 基本上都是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一些生活影像 你看当年他们去照相馆拍摄 结果穿上他们最华丽的旗袍 戴一身的首饰 我觉得他们的服装 他们的故事 都是这个很大的时装史的一部分 你为什么会对老照片特别感兴趣 因为我觉得我们收到的旗袍 它毕竟其实有闲的老照片 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旗袍 当年的设计 当年的运用场景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婚礼穿的旗袍 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踏青穿的旗袍 是什么样子的 对我们来讲 就是当时人的生活 当时人的审美 有更深的了解 而在安安心里 旗袍这种东方文化的代表 最终还是要回到东方 因为这里毕竟是旗袍的发源地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回上海 其实是回归了一个 相当于我们的母亲市场 它是一个非常中国的古典的东西 而且它代表了我们 之前数千年的服装文化 二三十年代旗袍诞生以来 我们的这些前辈女性们 她们都是想去保留一些中国化的特点 就算在一个全球化的浪潮下 起码它并没有像是 它的中国的版型 中国的意味 以及它们对于中国元素的应用 是越来越炉火纯青的 回到上海以后 安安接触到了更多东方文化 今天我们还有时间 你有没有推荐给我们去的下一站 这个朋友是做那种DIY家具的 比如说那个台灯就是的 那个还蛮有创意的 下面是个饼干盒 有很多海派的老家具收藏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告别了旗袍 我们来到了安安严选的下一站 柯老师您好 您好 您好 张老师 您好 这个就是您专门藏了好多旧家具的地方 是的 是的 您带我看看呗 好 我这边就是做了一个海派收藏空间 柯老师口中的收藏空间 虽然坐落在旧厂房里 可被各式各样海派家具 温馨有序地填满之后 减速沉稳 从容优雅 最先引起我注意的 就是门口满满一桌子的五金键 我看这都是门锁是吧 是的 是的 我很喜欢收集一些上海老洋房 很好玩的一些小物件 门锁 大门拉锁 各种各样的五金配件 各式各样的金属门锁 拉锁 零件铺陈在一起 让我差点忘了 这是一个收藏展馆 那这些五金键有什么特别呢 我们上海的老洋房 它有很多风格 这些五金的配件 它是跟这个建筑 它是息息相关的 就建筑什么风格 它的五金也是什么风格 这个是在一个 西班牙式的建筑里面 插下来的 它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号 上面这一块 对对对 就像一个箭头一样 因为在西班牙的国旗 或者是教堂里面 都会看到这个符号 这是什么风格 是这种装饰艺术风格 阿德克风格 三十年代的这种极简主义 所以你看它的线条设计 很简洁 对 很有立体感 五金键是柯老师 老建筑收藏系列里 一个小类别 这个空间里 类别最多的 还是我们此行的目的 海派家具 海派文化 是一个中期文化 融合的一个产物 海派的家具 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因为家具是跟生活 它是息息相关的 这个主人 他喜好的一个生活习惯 甚至于他的一个品味 你都能从它的一个家具 当中你能看得出来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从家具见生活 收藏 果然是一门大学文 这个家具非常稀释 它的一个受众群体 在上海的三十年代 它属于做生意的人群 它喜欢这种浮花的 这种雕花 这种装饰 它非常的奢华 有些家具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它的这幅雕花 我第一眼看了以后 我感觉 这个不是中国的 传统的一个画板 这种鸟不是中国的鸟 它有点像鹦鹉 这个花是玫瑰花 那这个就是很羊的一个东西 后来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说你这幅画 它其实是有故事的 他看过一本书 《夜阴与玫瑰》 有一个小伙子爱上一个小姑娘 他想送她一个红玫瑰 但是这个冬天 它没有红玫瑰 只有白玫瑰 那这个夜阴听到以后 用它的胸膛 插进那个玫瑰的刺里面 然后把这只玫瑰染红了 就是为了让小伙子 摘了这种玫瑰 然后送给他心爱的女孩 我在想 他这个柜子 可能就是爱慕一个女孩子的 某一个小伙子 可能因为某种原因 然后两个人不能在一起 但是他通过这个 《夜阴与玫瑰》的方式 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个家具 然后送给他的一个喜欢的人 除了中看的家具 中用的家具更多 它可以做为一个茶几 又可以当成一个编辑 三个可以连在一起 它变成一个 如果家里面有客人来了 那他可以拿出来 变成几个 变成几个 是很实用的 一些用法 早已领先时尚一百年 直接拎着可以走的 它上面的两个盖子 左右可以打开 它可以放东西 就是香包和桌子放在一起 融合为一体的一种家具 按照现在 咱们就是比较流行的 这种户外的这种 露营用的 好东西 自然需要被更多人知道 欣赏 今天是来 我看像是挑家具是吧 我来看看家具 我觉得现在这套沙发 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它每一件家具 都有很强的故事性 那么我觉得这个故事性 可能跟我的一些作品 是非常契合的 它是一个 海派的 这种包容性的一个风格 比如说在这种 现代的法式空间 它也能摆 当下流行的插机 包括什么奶油风 我觉得都能摆 柯老师说 海派家具 就是中西河壁兼容并包 所以他们也在探索 自己的海派家具DIY 我们的梁老师 梁老师您好 这是打字机是吗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 打字机的一个壁灯 打字机的壁灯 对 会怎么做 它以前这里是一个滚筒 然后我就把这条 换成一个 发光的一个灯管 外观是跟打字机是一样的 但里面就 内容完全不一样了 打字机是壁灯 那萨克斯 应该不能吹了吧 这个萨克斯 它能做成什么 正好呢 我一个朋友呢 他开一个酒吧 他就找了很多这种 旧的一些乐器 这个萨克斯呢 它其实是可以有 多种的一个做法 可以做成一个壁灯 那哪是放灯泡的地方 灯泡可以在这个 放在这里 它那个口子嘛 它正好是一个圆筒 还有什么其他的 可以做的方式吗 有一种方案就是说 我打算用一个乐器 一个插片 放在这里 做一个灯灶的一个形式 利用它本身 乐器的一个元素属性 去做一个改造 真是脑洞打开 从现在开始 对这里的各种物件 我都要刮目相看了 老浴缸改成一沙发 浴缸啊它本身 很符合一个人体工程学 它就会像我们平常 泡澡 泡澡一样 可以躺下来 就会比较舒服一点 感受一下 这个垫子也软软的 后边就能撑住 整体的一个外形 也很像一个雕塑一样 它本身这个造型 很区别一个美感 旧物兼顾实用与艺术 柯老师们的海派家具 也开始有了自己的风格 我们这里利用一个 老式的牙科机 这个灯灶 是一个老的锅盖 这是回形针 对 现在放在一起 有一种后现代的感觉了 对 一个大号 做成的一个落地灯 我看上面还有字 它上面有一些当年 它的一个使用者的 一个信息 老物件 它使用过程度 都多多少少 会留下一些 时光的一个痕迹 这是它的一个味道 所以我们也没有把它 去除掉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 旧改的一个屏风 您猜一下 这个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这个啊 对 这感觉像塑料是吧 有没有一种 很熟悉的一个感觉 这是雪碧的瓶底吗 对 看着很像 这就是雪碧跟可乐的一个瓶底 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把一些费旧的东西 和新的东西结合起来之后 就成一个新的生命力的东西 对的 你为什么会想到 用这些废旧的物品 去做这些创意的家具 我们这个工作性的原因 会经常去接触到一些老物件 这个老物件都蛮有 岁月的一个痕迹的 虽然说它已经损害得很严重了 但是觉得丢掉 也蛮可惜的 所以就想着 能不能通过一些重设计 让它去换发一个生命力呢 就处于这样一个初衷 这个灯跟我刚才在 旗袍店里看到的 我就觉得特别像 这个也跟刚才那个不一样 这个是很触摸的 正好我们今天有一个学生 来做一块的一个台灯 您要不要去看一下 好的 我跟你一块去看一看 这种天马行空的海派改造 已经有了课程 我也想跟着学学 在这里 想象力与动手能力缺一不可 只要来了 一定会交出一份创意作业 怎么会想到 来这边做这些东西呢 本身这些东西 它富有的是一个念想怀念 那我们想要 运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 放在家里的话 既对长辈的一种怀念 又对我们自己 年轻一辈的一种新想法 自己做的 觉得有意思吗 就手中做出来 跟现实买的话 还是有区别的 自己一笔一刻刻出来的 放在我们自己的家中 更富有一些特殊的情感在里面 从收集海派家具 到自己做海派家具 柯老师是怎么转变的呢 就怎么想到 要把家具做得这么有创意的 尤其是废旧的东西 让它重新焕发生命力 老家具它通过新的一个设计 新的一些材料 进行一个栽次组合 那它其实是有个延续性的 最大的一个作用的 它其实是一个环保概念 旧物改造 它其实有一个隐约的 一个隐代性的 就是大家可以 考虑一下旧的材料 重新再赋予它第二次的生命 事实上 旧物改造 柯老师很多年前就在做了 甚至以旧物为概念 开过咖啡店 搬到南翔这里之前 我其实在南昌路有个咖啡店 漏市设计抒发 那个时候嘛 因为刚刚创业 当时就是说 考虑到一个成本的问题 那我特意地去寻找一些 这种回收的材料 一方面是为了省钱 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想做一个不一样的店铺 打造一个recycle的一个概念 你看我上面的那个吊顶的板材 这个吧台用的一些材料 全部是回收的 自己呢就是有一些小的创意 设计了一些桌子啊 还有一些板台 我有一个法国客人 我帮他订制了一个电视机柜 还有这个大餐桌 后来他把我跟他设计的那个家具 他一整套全部带回去 那个材料很重的 因为他真的是叫了集装箱 然后打包回去的 带到法国去 对 做旧物改造是偶然 那收藏的这些海派老家具呢 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收藏家具 是跟我哥哥一起来到上海 然后我们接触的是装修这个行业 差不多20多年前了 第一次接触老洋房 我们也是从那个外地过来 突然之间就震撼 那怎么就从装修 就过渡到收藏家具了呢 因为我接触的这个老房子 里面呢它其实你会看到很多 老家具啊 这些东西的话 你看就是说比较用心的一些工匠 做的一些家具 有很多工艺在那边 你每一个老洋房进去 它的每一套家具都是不一样的 慢慢的捡也好 收也好 就慢慢自己堆在仓库里面 就越积越多 搞了一个工厂 然后开始修理这些家具 无心插柳 改造便收藏 好像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海派 我们呢现在也做了一个工作室 老家具也好 海派文化也好 去宣传 去让更多的年轻人来接触这一块 为什么想让那么多年轻人 到这儿来进行学习呢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年轻人他们接触的比较少 通过我们这个教学 它也是一种传承的一个过程 无论是港式旗袍 还是海派家具 都徘徊在传统和现代之间 在年轻人的创意加持下 古典邂逅了时尚 时空交错文脉传承 旧物在此刻新生 尽能移到第二隅 发生哈 红 hers